小泡房 大家好 我是大大 我們這次要改造的是一個 十瓶的小泡房空間 那因為瓶數不大 所以原來建山在規劃這裡的格局的時候 是並沒有特別劃分臥室區跟客廳區域的 那就是這一次的改造的一個重點 那除了要劃分兩個區域以外呢 這次也有其他的挑戰 那這次屋主他希望他的空間裡面可以有一台大冰箱 然後可以有一個霸台區 沙發可以是30座的沙發 臥室想要有一個更衣室 所以其實以這個評說來講 這些需求算是一個蠻大的挑戰的 那這次我們屋主喜歡的風格呢 是比較簡約北歐輕工業的感覺 所以大底會幫他們用的元素就是 黑白灰基本的顏色 跟他們很喜歡的藍灰色 也會有一些鐵劍皮革的元素去打造出輕工業的感覺 首先這邊就是我們的玄冠區 玄冠區這邊幫他們擺放一個就是 以兩個人來說收納量算是蠻夠的寫櫃組 在這邊呢後面的牆呢 我們有幫他漆一個淺灰色的油漆 到時候預計這一面牆上我是要掛一些 藍色主題色的畫作 所以我覺得灰色的油漆搭上 然後藍色的畫作會是蠻好看的一個搭配 那因為這邊的尺寸就是沒有那麼的剛好 剛好還有一個小縫隙 所以我就在旁邊掛了一組掛鉤 這樣子回來隨手你也可以掛一些外套等等的 我覺得這次全的畫都很好看耶 對啊 欸 它其實是一組的 所以我就是一組一起買 我覺得很適合這邊 因為他們其實喜歡的是簡緣一點的 不要太複雜的東西 邊鞋櫃上面幫他們挑選人一個 我覺得就是造型比較特別一點的花瓶 當一個重點的裝飾 這個花瓶是在H&M Home挑到的 我覺得H&M Home就是會有這種比較簡緣 但是有特色的噴氣 黑白灰色系就是蠻百搭的 在這個花瓶旁邊呢 我就稍微再擺一個小收納盤 跟他們自己的蠟燭 他們有一次就是把蠟燭放在旋光 我覺得蠻適合的 所以就留下來 那個蠟燭是母親的 對 而且它這個味道就是我超喜歡的味道 所以有換一個喔 喔專業 這個味道真的很推 在鞋櫃進來一點這邊呢 旁邊其實有一個大柱子 其實這個大柱子當初我們有點困擾 因為它就是在這個空間 所以是有點中間的位置 剛好卡在這一邊 所以就想說要在這個上面做一些布置 那我這邊就是做了一個比較大一點的布告欄 那為了要就是讓它夠大 所以這布告欄其實是用DIY的方式做的 就是用木板跟軟木塞板 把它DIY做出來的 就可以配合一些圖釘 就可以在這邊釘他們的明信片啊 小卡片啊或是便利提 在對講機下面也有幫他們調一些造型掛鉤 就是讓他們可以掛一些小包包啊小袋子 那進到客廳區之前 覺得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這是幫他們調的地板 這是幫他們調的地板是灰色系的木紋地板 我覺得灰色系就是可以比較有那種 現代簡約的感覺 比較符合這一次的風格 這是客廳基底就是重點區 就是沙發背後這邊牆 油氣顏色幫他們調的是Low Pen裡面的 Nordic Blue灰藍色這個顏色 但其實這邊本來是沒有一個隔間的版 我們現在這邊有多了一個收納櫃 這個櫃體放在這邊除了就是一個收納展示的功能呢 也可以當作一個空間區隔的櫃體 那這次櫃子展示呢 是想要放他們的一個很重要的收藏品喔 就是保齡球 什麼為什麼會是保齡球 這是他們的興趣 就是他們約會的行程就是去打保齡球 好酷喔 很酷吧 所以這次在成板方面都有幫他們做加強 因為怕保齡球比較重會影響成板的人重 那為什麼上下兩層的顏色不一樣 因為這次剛好就是上半部是展示功能 下半部是收納的功能嘛 那就想說不一樣的功能 我們挑不一樣的顏色 然後也可以有一個很像七瓣牆的效果 沙發這次幫他們是在後一挑的一款 三人座的皮革沙發 這次選皮革沙發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喜歡清工業縫嘛 那皮革就是清工業縫裡面的一個重點元素 這款特色我覺得除了本身就是做起來很舒服以外 它就是有幫你配好兩顆灰色的抱枕了耶 所以是買沙發送抱枕 對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煩惱你沙發買回來又怎麼配抱枕 你就直接買這一套就好了 而且它的抱枕是好看的抱枕 我另外又買了兩顆 一個就是我們這次和後一聯名的這個 藍灰色的打折抱枕 因為藍色也是這一次的一個主題色嘛 另一顆幫他們挑的是這種白底黑色線條設計的抱枕 那我覺得這顆它就是簡約又有特色 非常喜歡它的邊邊這裡是這種咖啡色的燒邊 就可以跟我們的皮革沙發做一個搭配 地毯呢 這次幫他們挑的是一款 In Home 的灰色幾何地毯 地毯的話其實我們常在In Home 挑的耶 因為我覺得他們款式蠻多的然後種類蠻特別 而且我覺得他們每一張地毯都超像一幅畫 喔對 它地毯都不會是純素色的 都會有一些造型像這張地毯一樣 所以如果你還在找適合你地毯的人 我覺得可以去In Home 挑一下 沙發這邊呢 幫他們挑一個小邊機 其實敗台就在對面 所以也不需要插機了 也沒有地方可以放了 所以就幫他們挑一個比較小一點的小邊機 那我覺得這個邊機滿方便的是 放在這個沙發的中間 就可以兩個人坐在這邊看電視 然後隨手吃鳳梅花 對 就很剛剛好的高度 而且這塊很特別 它除了這樣子地質型的話 然後它也可以這樣子倒過來 如果是自己型的話 就可以有更大的桌面 感覺好像也可以放一個 全空是什麼意思 不改放 在沙發旁邊這裡剛好還有一點空間 就是幫他們擺放他們指定的虎尾欄 因為他們喜歡的空間裡還是可以有一點綠意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燈 喔對 這邊也有放一個落地燈 那其實這一次沙發背後這個牆面 他們就是有特別強調說想要留空 那有空的牆面呢 我覺得你就放一些這種燈具啊 或者是高一點植物 其實這一面牆你就會視覺變得豐富一點 而且晚上如果開燈的話 只開內斬燈應該也會很快 有沒有氣氛的 那電視後面這一邊呢 就是我們的廚房區 大家如果記得 before 照片的話 其實這個廚櫃就是原來介紹配的 只是說原本下櫃中間這裡 預計是要放一個小冰箱的 但後來因為廚主他們想要有一個大冰箱嘛 所以我們就把廚櫃延伸過來 做成一個冰箱電氣櫃 那原來這個留給小冰箱的空間怎麼辦呢 我們就在這邊也做了一個櫃題 哇 是垃圾桶的家耶 沒錯 就是垃圾桶也可以被藏起來在這個空間裡面 這樣就很美觀耶 對 就是垃圾桶就不會被角落啊 然後會提到什麼的 那從廚房這裡轉過來呢 就是我們的吧檯桌 這個的吧檯桌呢 是MH家居的 MH家居我覺得他們就是會有一些比較適合小資族啊 租屋族的家具 所以外型就會比較輕巧簡約一點 然後也很適合自己DIY組裝 那這次幫他們挑的這個小吧檯桌呢 是鐵腳的設計 鐵腳本身就很適合工業購買 那桌面呢我覺得更美就是桌面 桌面真的很漂亮 桌面是有一點那種水泥紋路的桌面 很像那種月球表面 哦你也很會形容耶 然後拜台座的上面呢就是幫他們挑了一組 吊燈 這裡的吊燈呢就是幫他們挑比較簡約一點的款式 是玻璃三角燈造的吊燈 那我覺得玻璃燈造在這一邊放起來就是 很好看有輕功業的效果 然後也不會太壓迫 除了剛剛提到的這個隔間收納櫃以外呢 旁邊還是有一組滑門組的 所以如果他們真的想要把整個空間區隔開來的話 就可以把滑門跟隔間簾都一起拉起來 那為什麼要另外再加一組隔間簾呢 就希望如果想要有採光的時候呢 還是可以把簾子拉開來 那希望兩個空間就是完全分開了 少比方說跟朋友一起在客廳區域 或者是兩個人在臥室想要好好休息的時候 就可以把隔間簾拉起來 好那我們進去看看 就是剛剛提到的隔間簾 這隻隔間簾跟窗簾 都是找曼式不提一起訂製的 這個系列呢 它就是灰色帶有一點點亞馬溫路感的窗簾 那我這一邊是做落地的藏心窗簾嘛 所以對面的窗戶呢 我就沒有特別在做落地的 因為如果兩邊都是落地的話 可能就會很壓迫 所以那邊的窗簾呢 我就抓比較剛好的長度做短的窗簾 我發現一個非常重點的東西 就是我按摩 喔對對對 因為這邊一進來就只要是床區嘛 我們後面有一個空間給更衣室 所以前面主要就是我們的床區 那這一邊呢 我們是特別幫他挑了一個 先床室的收納 或者還是希望可以多一點收納空間 所以這裡幫他挑的就是 IKEA的一組先床組 等於整個床底的空間 你都可以塞東西 藏東西 那剛剛床墊呢 就是金雲也有提到 是玩iNight的嗎 每次都是我們介紹 換你介紹 我覺得每次坐上去都 非常的想睡覺 表示他很舒服 對 給過給過 然後其實像這一次我們挑的是 IKEA的床架嘛 那其實 Night他們的標準尺寸 大概都是台規的 那如果你真的是什麼 歐規的啊 或者是訂製的床架尺寸 也可以找他們去客製化床墊的尺寸 只是就會沒有試睡的體驗服務 這支請具組 只要幫他們挑的就是 我們跟后宜聯名款的灰色請具組 然後我另外還有挑這一顆 白色黑色線條的這一個抱枕 然後還有就是 藍色的枕頭套跟藍色的抱枕 因為外面的主題是藍色嘛 那我覺得藍色配灰色這兩個顏色真的是搭在一起 就是會有一種優蠻舒適的感覺 很適合我們臥室想要的風格 這支在床頭呢 幫他們用卡點希德做了一句 他們很喜歡的句子 我覺得還蠻符合他們給我的形象感的 就是每次見到他們的時候 都是很恩愛的感覺 然後笑細細的 然後希望日子就是過得開心 最重要 這邊床邊有幫他們做一個 避燈小夜燈 然後是在Ebar Park裡面挑到的 而且這一款就是你也可以挑角度 接下來就是我們臥室的更衣區 其實就是在床的後面 稍微再留一個衣櫃跟走道的空間 讓他們可以有一個小更衣間的感覺 那這邊的牆面我們就是用 沙發背後那一面的藍灰色這樣子延伸過來 從平面圖來看 這面牆跟那面牆是同一個平面的 但是它只是剛好被那個隔間切開來了 欸我發現這次衣櫃沒有做冷片欸 其實我覺得就是如果你的走道不大的話 可以用那種開放式的衣櫃收納 因為你在哪衣服其實是更方便的 而且你可以閃掉那個門片的厚度 空間也不會那麼的壓迫 就是有一個大門片在旁邊的感覺 在更衣室的最裡面呢 其實有幫女主人設計一個 化妝桌的小空間 那其實這個位置我覺得算蠻剛好好的 就是如果裡面的東西不算太多的話 這邊有一個小鈴鐵 檯面上也可以放一些小東西的話 這樣子蠻足夠的 然後這邊也有幫它設計避燈跟插座 再來在這邊吹頭髮 化妝我覺得都很方便 所以我發現旁邊的櫃子 是不是有點小雄心 沒錯 其實這邊就是對面的隔間收納櫃 但是這裡這一個門呢 我們是把它設計朝更衣室這裡開的 所以這裡的收納就可以對更衣室這裡 因為如果坐在外面的話 其實那邊剛好會卡到沙發很不好使用 但如果就直接浪費掉那個空間又很可惜 所以我們就是做了不一樣的開箱 讓空間可以用得更完整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改造 大家如果有什麼小空間的困擾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什麼 這叫那個什麼 香板 地毯呢 有要講話嗎 有 地毯呢 這次幫他們挑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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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血鬼進來一點 這邊呢 有一個大柱子 其實這個大柱子 其實這個大柱子